體驗伺服器除了有全新的登陸畫面以外 全新的輔助柔依在今天也正式上色 他的賣點就是可以幫隊友集體傳送 就是這麼的帥 柔依的一技能呢 會在指定目標召喚一個聖光法陣 對區域內的敵人造成聖光的連續打擊 法陣會原地持續四秒鐘 對進入區域內的敵人造成沉默效果 二段效果是 若柔依朝指定方向召喚能量 只一對入境上的敵人造成魔法傷害 與擊退效果 那這個區域可以讓友軍加速 好酷喔 二技能是一個超級塔殺技 在區域範圍倒數完之後 會把法陣內的所有友軍 包括自己傳送回溫泉塔 並且恢復滿血量 而且還會有加速效果 超級強的各位 再來他的賣點就是他的大絕招 在區域內召喚一個法陣 那你可以看到那裡有個小的傳送點 只要點下去 所有的友軍都會立刻飛過來 你要自己點才會飛過去好不好 各位 然後呢這個法陣在召喚的時候 初期會對區域內的敵人造成魔法傷害 他的被動技能也非常有趣喔 就是可以增加友軍的移動速度 一個非常完美輔助的技能 再看完全新的輔助英雄柔依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支持一下 BBCC喔 這個輔助 哇 我一看完他的技能模組 我就知道完蛋了 排位模式一定又要BAN了 他的技能模組太強了 他的輔助技能在前期中期後期 永遠都是一個超級強大的存在 二技能可以塔殺 再讓你們的射手或是什麼什麼 全部直接逃走耶 大絕招更是職業聯賽上 根本就不可能放出來的英雄 有戰略性的4E分推 再配合大絕招來個5打4的會戰 這怎麼想都是永遠會被BAN角的英雄 可是二技能用起來其實沒有那麼好用 因為你們要配合隊友 所以如果你是打一般場的話 隊友呢 完全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而且如果隊友呢 完全不知道你的技能是什麼 他就覺得 欸 那魔法這是什麼 看起來好漂亮 這一場呢 就是我在體驗伺服器的第一場的柔依 大家也不知道柔依的技能是什麼 好 我放了一個技能了 那我直接放一個 喔 傳送門 隊友不過去 他不知道那個是什麼 可以配合隊友塔殺耶 剛剛如果奎倫直接過去的話 沒有擊殺到沒有關係 還可以直接回家 啊 那對面柔依放了一個傳送門 要直接回家再見了 哆啦夢 欸 他有死掉嗎 喔 被擊殺掉了 喔 柔依現在在體驗伺服器的縮圖 是安奈特耶 真的超級酷的 好吧 因為移動速度非常快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跟著你們的打野到處跑喔 所以你要跟你們的隊友 一起牽著那條線才會加速嗎 好吧 現在我就回到家 哇 喔 二技能 真的是超級方便的一個回補技耶 而且你點越高的時候 你回程的加速會越來越快 也就是說 哇 再配合周而復時 我這個技能真的是強到一個飛天 永遠復活 永遠滿血 永遠會戰 完全不需要 就是有時候你們快被打到家裡的時候 你回家可能要等脫離 戰鬥才能加速回血 這個二技能呢 會讓你直接的血量全部回滿喔 好 那我們繼續跟著我們的打野 也一起去到處兇兇了 我只要跟著他 他就能增加移動速度 是 喔 我還跟他 還會牽一條生命線 真的超級酷 好 把羅爾沉沒之後呢 推一個一技能 再推過去 直接輕輕鬆鬆的把羅爾給擊殺 他的一技能冷卻時間 也算是非常短喔 那我們再繼續的去跑線吧 這隻英雄 不斷的跑線就可以 可是 我覺得這隻英雄 要段位越高才越強 如果你可能打B牌或是C牌 大家可能默契不夠 我就雙牌一個輔助射手什麼 只要配合好 有用你的麥克風去溝通的話 哇 這隻英雄 絕對是非常可怕 好了 要個會戰營中 沒有拉到我 那我就直接來一個沉默 沒有沉默到了 沒關係 我們還有個二段推暈敵方 那我們來召喚所有的隊友 過來啊 葉娜 哇 對面的 羅爾也放了一個會戰的召喚技 那所有人 都直接在下路了 各位 喔 奎倫直接過來了 他 他跑到哪裡 他 他剛從哪裡過來 哇 這個會戰非常的混亂啊 那把對面彈飛之後呢 喔 我們的花木蘭直接衝了過去 但是羅爾直接大絕 刷了起來好可怕 完蛋了 和平啊 各位 一個沉默技能 再來一個刷E技能 傷害感覺是非常低喔 其實大絕招的召喚法陣 好像在開戰的時候 用起來會比較好用 因為還會對區域內的敵人 造成魔法傷害 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敵人不見了 那我的隊友也不見了 趕快去尋找隊友 我只是一個小輔助而已 我覺得我需要一個 會打野的隊友來體驗伺服器 撐 測試一下這隻新英雄 有沒有人有體驗伺服器啊 趕快加入我的好友啊 不然體驗伺服器 就很多人搶了這隻新英雄 然後不知道他來做什麼 也非常難配合喔 我覺得大絕招的賣點就是 隊友可以自己控制 到底要不要飛過來會戰喔 所以讓戰術會變得非常多樣性喔 尤其是那種凱撒路 分推非常可怕的英雄 在配合柔依 根本就是一個毀天滅地的存在 雖然柔依自己的技能 沒辦法打出什麼樣子的傷害 主要就是依靠一技能 還有一技能的二段喔 然後大絕招 可能有命中能造成傷害 他所有的技能 魔法加成都非常敵 所以天生 就是一個輔助命 絕對不可能拿去打中路 絕對不可能拿去打野 好了這時候感覺要進行一波會戰喔 可以看到蘿兒跟小丑 都在我們家的魔龍路 所以我召喚隊友過來 有隊友要一起過來嗎 喔 有人被召喚過來嗎 那個法陣還在 我們的葉娜直接過來喔 好吧那沒有任何人 只有完蛋了和平 我的法陣害了他 天啊 我的法陣剛剛直接害了他 我剛剛召喚的位置好像不是很好 沒辦法這是我第一次玩 再請大家多多忙 好我的無敵技二技就直接回家 沒有二技能不是無敵 是我通稱了一個無敵 就是你法陣快要結束之前 其實你是可以踩進去 你可以立刻 立刻回家回滿血 那可以看到對面也召喚了一個法陣喔 所以隊友有時候沒看清楚 有時候在會戰 啊不小心踩到你的二技能 也會真的跟著回家 二技能是不能控制 他只要獨條一獨完 就真的是全部人一起回家了 好那我們趕快去中路支援喔 欸 我發現我們這一隊 原來沒有法師耶 我們隊友以為我是法師 我真的是一個輔助 主要靠一技能打 中路真的是太困難了各位 那我們再來玩一下大絕招吧 召喚隊友 有人要過來嗎 不知道這個圈圈的法陣是 自己看得到還是敵人也看得到 如果是敵人看得到的話 其實也還好 好吧那這時候呢 欸 我幫你放 走進去 走進去 好隊友很明顯的 喔 他知道還是不小心插邊走進去 感覺我們的奎倫剛剛是想要 把這隻小娃娃打死 所以呢 哈哈哈哈 我也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想到一個很酷的東西 你知道是什麼嗎各位 只要呢 夸克或皮皮呢 只要把對面拉過來 或是吸過來 再配合這個 可不可以直接把野怪吸回家裡 也是一個非常可怕的連續集 好 沉默完蘿兒之後 哇 蘿兒飛了過去 體驗伺服器真的超LAG 不是我的一技能放不好 是真的太LAG 對面的柔衣放了一個 讀取回家 哇 把蘿兒直接救回家 二技能用的好 但隊友上天堂 用不好你就完蛋了 好 那這個時候 我也召喚了一個魔法針 但是 哇 和平啊 各位 召喚了一個魔法針 有人會過來幫忙嗎 二技能好難用喔 感覺要跟隊友用語音溝通 不然其實用起來 是稍微比較難用一點 好 沒關係 我們直接用二技能回家喔 比讀取回城快太多了 那等於說 玩柔衣的話 你根本就不用點回城那個按鈕啦 因為你二技能放出去的時間 比回城的速度還要快 那我們就利用繼續一技能 繼續把兵線推過去吧 各位 我們現在還有一點優勢喔 我們要加油 我們只是沒有法針而已 我真的就是一個輔助 就算我撐全法裝 我靠一技能 完全打不出什麼傷害啊 各位 而且我們的納克羅斯走魔龍路是 他是走什麼魔龍路 我有點看不懂啊 感覺會戰前 我覺得這隻配莫拉 感覺就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存在 哇 這隻新英雄真的讓我好興奮喔 各位 好 那這時候也不需要用大絕招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要怎麼會戰吧 如果是沒有分推的話 感覺這隻英雄又還好 全部人都在中路 我只能依靠我的一技能以及二技能 哇 我沒有至於直接 被小平頭男孩拉過來秒殺了 和平啊 各位 所以這隻英雄配合夜叉 或是塔拉的話 感覺可以做出一個最大的效果值喔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刺客也把對面的羅爾給擊殺掉了 那我們就直接一起把兵線推過去喔 感覺 這隻英雄玩起來非常適合很文靜很冷靜的人玩起來 一定非常好玩 對面呢開了一個召喚隊友的大絕招 所有隊友都直接飛過來集合了 哇 我不敢想像這隻英雄 你看 現在排位賽只能二ban 現在幾乎就是ban四隻英雄 該ban的都ban了 那這隻英雄上次之後 如果你不ban的話 真的配合戰術 真的是很可怕 各位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你看體驗伺服器 要ban的英雄好多喔 那個鳥鳥英雄 我覺得也是很可怕 會用的也需要ban 音樂家也需要ban 什麼都要ban 到底以後傳說對決要有幾ban啊各位 就算60個聖結時代全ban也ban不完 完蛋了 我只是一個輔助和平啦 哇 我的 我的傳送之門 哆啦A夢沒辦法幫助我 我們這場真的是被打到整個爆炸 這隻英雄 真的才剛上司 然後我新的體驗是覺得 這隻新英雄團戰之王 真的是king of團戰 還有19秒鐘喔 我們現在感覺要直接被打爆 還有機會可以逆轉嗎各位 喔 被團滅 怎麼被團內被鳥鳥人團滅 哇 我們直接 第一場就直接被打爆 這一隻英雄真的沒有 一定要配合隊友玩才會搶 隊友如果不知道你的技能的話 真的是會非常搶 我完全不知道 他想那個門怎麼沒有讓對手直接掉下去 原來是讓自己掉下去的部分啊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 呃 有機會嗎 有機會嗎 一個鳥鳥傳送 真的可以把你的隊友全部傳送回去 欸 真的傳送回去 可是我也擋不住啊 真的是完全沒有傷害 我真的是 唉 隊友全滅 我就得跟著全滅 好啦 那今天新英雄的體驗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讓我知道這就是全新的肉依 非常強 只是要跟認識完才會講 掰掰囉 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 另外非常感謝本頻道 神都鬼在電腦前面 周瑋燕 還有連謝謝你們的大力贊助 你們的贊助會讓本頻道變得更好 讓薯品有更多飯飯可以吃 另外非常感謝周真理 你是本頻道的神